新北市政府举办109年元旦升旗典礼 邀请四位年轻运动好手担任特别来宾 与新北市长侯友宜带领市府团队 及在场的市民一起在市民广场 由新北市少年合唱团领唱国歌 迎接109年元旦第一天 新北市长侯友宜带领市民朋友高唱国歌 侯友宜表示升旗过程充满了感动 参与升旗典礼对他来说意义不同 国旗代表国家 唯有大家目标一致才能共同打拼 而未来要建构新北市三大轴心 翻转新北市将新北市推向国际 所以新北市的未来 不让在基础的建设要越做越好 也要借着翻转新北市 大力的建构三轴心 从西南的新板到新庄到三重 到其他的各行政园区 不断的去翻转新北 2020年第一天除了侯友宜市长 在板桥升旗典礼之外 其他28区同步举办升旗典礼 侯市长强调他爱大家 爱新北市爱中华民国 今年会是健康快乐的一年 要用热忱化成力量 一起为我们的城市新北市 为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一起打拼 记者刘安静林立如新北厂报道